請翻開401頁 第五行 那麼上一次呢 講到這個 這個外道的 斜件 那麼第二種 這個從源閒了論 那麼這個從源閒了呢 他 就是說 這個 果呢 當然是 本身 就是存在的 可是呢 本身存在的話 你看不見 為什麼呢因為還沒有閒了 那麼沒有閒了呢 就要有其他的因緣 來幫助他 顯現出來 那麼這個因 其他的緣呢 並不是 幫助他生起 因為已經生起的 這個果呢 不需要別人再生他 所以呢這個緣呢 只是幫助他顯現而已 那麼下面呢 就是繼續 來破這個 破這個從源閒了的 這個 有這種斜見的人 那怎麼來破 富英問彼 唯有性 是藏元 唯果性也 那麼 其次呢 你還可以再 這麼樣問他 就是這個有性 是被障礙的 或者呢 是這個果性 是被障礙住 因為 上一次呢 也講到 怎麼說被障礙呢 這個因 因中有果 在因當中呢 這個果呢 是具足的 果本身就 存在的 那麼 可是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的造作 不是生他 是來顯現他而已 那麼從這個 角度來看呢 他為什麼不能顯現 還需要別人幫助他顯現 就表示說呢 他 是不是 被某一種 源 給障礙住 所以呢 他才不得顯現 他需要 其他的 這個力量呢 這個源 來顯現他 那麼 那麼相反來說 是不是他被障礙住 不然怎麼不能顯現 所以呢 上一次呢 就有講到 這個 是不是有這個 障緣 有人 障礙住他 不能顯現 那麼接下來 繼續問 就是 到底是誰 被障礙住 死令他呢 不能顯現 是指哪一個部分 所以呢 就是問 到底是有性 是被障礙 或者呢 是果性 被障礙 那麼什麼是有性呢 這個 因中有果論 最初也講到 最初也講到 在這個因當中呢 本身 就是存在 這個果性 當然他還沒出現 沒有出現之前呢 果性 是 是具足的 那麼這個呢 就是有性 有性是什麼 就是因中 所存在的 這個果性 但是呢 還沒有顯現出來 你還看不見 他的相貌呢 還不可得 這個呢 就是有性 有這樣的體性 但是呢 相貌你還看不見 那麼這個果性呢 果性 就是指著 已經顯現出來的果法 因中有果 那麼果 顯現出來之後 就是這裡所講的 這個果性 所以呢 有性是障礙 或者呢 是果性是障礙 就有這個 個問題 就是你應該 繼續來問 這一個 有這麼一個 見解的人 你請教他 到底是 在因當中的這個 果性 是被障礙住的 或者呢 已經顯現出來的 這個果法 是被障礙住的 那麼 這個就是提出這個問題 下面呢 就是一個一個來 來 結問他 來問他 若有性 是障礙者 是極以有性 常不閒聊 不應道理 那麼 如果說對方回答 那麼 是誰被障礙呢 就是這個有性 是被障礙的 那麼他是回答是有性的話 那麼你 繼續可以 問他 如果你 認為 是有性 被障礙住的話 就是這個 因中 所具有的這個 果性 但是呢 相貌還沒有出現 就是指 這一個 被障礙的話 那麼 這裡就有問題了 他這裡呢 就講 世極以有性 常不閒聊 本來因中有果 得這個有性 他本身就是相貌 不閒聊 才叫做有性 那不管有沒有被障礙住 他本身就是不閒聊的 才叫做有 有性 那這樣講呢 你又說是有性被障礙 那麼他永遠都是不能閒聊 所以 這個 就不合乎道理 因為有性 本身 他的相貌 就是不可得 本身就是相貌 還不具足 還不能出現 所以呢 才叫做有性 就是因中有果性 指的呢 就是這個有性 那麼在因當中 有這個果的 體性呢 可是呢 相貌還不能出現 所以呢 就安利這個有性的名稱 所以呢 你這樣講 不管有沒有 其他的緣 來障礙他 或者呢 根本都沒有人來障礙他 他呢 本身就是不能顯現的 為什麼 因為在因當中的 果性 他本身呢 就是不閒聊 因當中的果性 本身呢就是不閒聊 本身呢就是沒有相貌 那沒有相貌呢 他永遠呢就是不閒聊的 才叫做 有性 那現在你又說是有性被障礙 那這個呢就自相矛盾 因為呢 不管怎麼樣 他是常不閒聊的 就好像呢我們說這個 這個麥的種子 當中呢有麥的芽 我們說因中有果 可是呢麥芽還不能顯現 在還沒有顯現之前呢 都會叫做有性 等這個麥芽 顯現出來的時候 就叫做果性 那如果說有性是被障礙住的話 那個還沒有顯現的 麥芽 是被障礙的話 那麼他永遠都不能顯現 因為呢 這個不顯現的 麥芽 就是因為他沒有相貌 才叫做有性 不管你有沒有障礙住他 他就是永遠都沒有相貌 要等到 這個 果法 這個果性呢 出現的時候 相貌才出來 所以呢你如果說 到底是誰被障礙住 是指這個有性的話 那麼他呢 就是長不閒了 那麼一個長不閒了的東西呢 不管他有沒有被障礙 都無關緊要 他有被障礙也好 他也是不閒了 即使呢沒有被障礙的話 他就是 不閒了 才叫做有性嘛 所以沒有人障礙住他 他也是不能顯現 所以這裡就講是因 不因道理 就是不合道理 那麼其次呢 因以事有 何不為障 那這樣來講呢 既然 我們說這個 因中 有果 這樣的有性呢 當然你承認他是有 那麼你既然承認他是有 所以呢被障礙住 那麼因呢 因中有果的這個因 他也是有啊 那麼憑什麼 這個障緣就不障礙他 他只唯獨障礙這個 因中有果的這個有性呢 所以這裡呢 你把它分幾點來看 一個是因 好 那麼 因中有果 這個呢 就是有性 但是呢 相貌還不能顯現 其次呢 就是果 果性 相貌已經顯現的 那這裡呢 就是這樣問 到底是誰被障礙住 如果是 這個因中有果的話 這個有性 他被障礙的話 那就會有問題 寫一下黑本 他這個外道呢 他這個外道呢 他當然是認為 當然有一個因嘛 我們說這個麥的種子 那麼其次呢 麥的種子呢 能夠生麥芽 那麼麥芽呢 當然就是果 可是呢 這個果還沒有出現之前 就存在的 就是因中有果 在因當中呢 本身 就存在這樣的果 但是呢 還沒有顯現 在還沒有顯現的時候呢 他是有性 那麼等到他顯現的時候 就是果性 所以呢 你把它分成這三個 階段來看 這個是 麥的 種子 那當然這個是麥芽 這個也是麥芽 可是呢 這樣的麥芽是 還沒有顯現的 他存在於 麥的種子裡面 那等到 這個麥芽 來幫助他 比如說你 絲肥 澆水 那麼除草 這樣的麥呢 幫助他顯現的時候呢 他 這個麥芽 出現了 你能夠看得見 就是這裡所講的 果性 那麼他這個呢 就是說 到底是誰被障礙住的 如果是有性被障礙的話 那麼有性 本身就是不顯了 才叫做有性 他沒有劇足這個相貌 他只是存在於 因當中 但是呢 你還看不見 就是你看不見 才叫做有性 如果說有性被障礙的話 那當然 就不合道理 他本身就看不見了 你障礙他 他也看不見 你不障礙他 他也看不見 那你說把這個障礙的源 排除掉之後 他還是看不見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有性 有性呢 就是沒有相貌 相貌呢 還沒有出現 所以呢 就是不應道理 你說這個被障礙住 那不合道理 他即使不被障礙的話 你還是看不見 他還是不能顯現 所以呢 長不閒了 那麼因也是有啊 既然這個 有性被障礙住 我們說呢 因當中的 國 你承認是有 那麼你承認是有 可是呢 是被障礙住的 那現在呢 因也是有啊 為什麼同樣是有的東西 這個障礙 只障礙這個 有性 這個因中有國的這個國 只是障礙住他 然後呢 不障礙因 因他也是有啊 那麼這個因中有國的這個有性 你既然承認是有的話 他也是有 那既然要被障礙住的話 就兩個一起障礙嘛 怎麼說只障礙這一個 不障礙那一個 所以這裡呢 就提出這個 問題 來問他 那當然他也沒辦法回答 就是這一點呢 就是把他的 這個 這個 見解呢 就把他給破除了 那如果他 發現這樣不對 好不好他改口說 是果性被障礙的 這個果性被障礙的呢 指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 已經出現的 已經顯現的 這個 果法 因中有果 但是呢 不能顯現 要從 原 來幫他閒了出來 那麼既然閒了的話 就叫做果性了 相貌已經出現了 就是這個你已經看得見了這個麥的芽 已經顯現的麥芽 就是這裡所指的 果性 若言果性是藏原者 是則 一法 以因 以果 如牙 是種子果 是金等因 是即一法 易顯不顯 不因道理 那麼 他呢 當然 他回答是果性被障礙的 如果他這麼講的話 那還是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如果是指果性被障礙的話 那麼 四則一法 你就應該了解 同樣一個 物體 同樣一件事 他也可以是因 也可以是果 那他是這裡呢 就舉這個比喻 就比如這個芽 芽 它是 種子的果 我們說呢 從這個種子呢 生芽 那麼芽 當然就是由種子而生的 是種子的果 種子是因嘛 芽就是果 可是呢 同樣這個芽 芽 是金等因 這個芽呢 並不是 還沒有 長完全 他如果是慢慢在生長的話 他還可以 長成這個金 那這個金呢 在這裡講 金又變成果了 這個芽呢 又變成因了 由種子 發芽 然後呢 再長成這個金 那可能到最後呢 又開花 又結果 所以這個階段呢 很多 如果你說 果 是被障礙住的 那麼 還是有問題 為什麼呢 同樣一個法 它也可以是因 也可以是果 那麼這樣來講 當它 作為果的時候 是被障礙的 可是呢 作為因 又不被障礙 那麼就錯亂了 就好像呢 這個芽 它是被障礙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果性嘛 果性被障礙 它是種子的果 所以被障礙 可是呢 它同時又是金的因 因為它還可以 經由這個芽 長成這個金 然後呢 又開花 又結果 所以呢 這個芽 又變成因了 那麼當它作為因的話 它又可以顯現 所以呢 就會變成說 事極以一法 易賢不賢 同樣 這個芽 它就變成說 忽然間它顯現了 然後呢 等一下又不能顯現 那等一下呢 又可以顯現 又不能顯現 那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這個芽 它同時具有兩種身份 就是一個因 一個果 那這樣來講的話 就不因道理 所以 還是有問題 所以這兩個 問呢 問難 就把它給問倒了 看這個 批旋記 為有信 為有信 是藏元等者 本身就有了 在因當中就存在的 所以就是因中很有果性 但是相不可得 相貌不可得 既然是有 為什麼你看不見呢 有的話就應該出現了 那我們看不見為什麼 就是因為它的相貌還沒有出現 這件事是有了 可是相貌還沒有出現 叫做有性 若已以顯現 有相可得是名果性 如果說這件事 你說本身是有的 那麼有一天它出現了 現前了 然後它的相貌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得見 這個就叫做果性 所謂有性跟果性 兩者就是這樣子 一個就是因中很有果性 但是你還看不見 一個就是相貌出現了 果出現了 你看得見了 金針藏元為是何者 那麼今天呢 這一段就是設這麼樣一個疑問 來問他 到底是誰被障礙的元給藏住了 藏元是誰呢 是誰被障礙住呢 若是有性 因常不顯 常不顯故 而原從原顯了 不應道理 如果說是有性被障礙住的話 那就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常不顯 因為像不可得才叫做有性 他沒有相貌才叫做有性 不管有沒有被障礙住的話 只要稱為有性 就是指著這一法相貌呢 還不能顯現 你有障礙住他 他當然不顯現 你沒有障礙住他 他也叫做有性嘛 那麼既然叫做有性的話 就是像不可得 像不可得呢 就是不能顯現 所以呢 有性就是常不顯 常不能顯了 那一個常不顯了的東西呢 你還說從原顯了 有性 你用從這個其他的原來顯了他 就是不應道理 因為他沒有像 沒有像的話不能顯了 你有障礙住他也好 沒有障礙住他也好 他都不能顯了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像嘛 要有像才能顯了 沒有像你怎麼顯了 你怎麼顯現呢 所以呢 就是不應道理 這個事呢 就不合道理 若是果性 因非一相 非一相故 亦顯不顯 而但說原 說原從原以顯了 已不應理 如果呢 他是果性的話 你認為是果性被障礙的話 那還是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因非一相 因為呢 就像他舉的這個比喻 同樣一件事呢 他可以是果 那麼也可以是因 作為果的話 他不能顯了 為什麼呢 因為是果性被障礙嘛 不能顯了 可是呢 因不被障礙 因不被障礙的話 因又可以顯了 那麼 這個亞 他是果 又是因 所以呢 就是 同樣一件事 他也可以顯了 也不能顯了 那麼 那麼 你還說 從原顯了 就 不合道理了 同樣一件事 你說從原顯了 可是顯了的當下 他又不能顯了 為什麼 因為他還是因 在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他又是因 那麼因又不能顯了 只能顯了這個國 那就有問題 所以呢 都不對 那下面呢 繼續再問 又今問如 誰如意答 本法與顯 為意不意 就是呢 又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問你 那麼 隨順你的心意呢 看你怎麼來回答 那什麼問題呢 就是本法 和這個顯 那麼這兩件事呢 它是相同的 或者是不相同的 唯意不意 它是不一樣呢 或者不是不一樣 就是相同嘛 那麼這個本法是什麼呢 本法呢 就是因中有果性的這個法 叫做本法 它這裡的本法呢 當然因中有果 那麼從原顯了 那麼這個 果呢 本身就有的 叫做本法 它本來就有 就是因中呢 本有的果性 叫做本法 從這裡來講呢 這個因中有果的這個性呢 它本來就有的 就是這裡所指的這個本法 那麼顯呢 顯是什麼呢 就是當它遇見這個其他的原 來將它顯現出來這件事呢 就叫做顯 就是這裡所指的這個果性 那麼它這裡呢 就問啊 本法與顯 唯意不意 就是這個因中有果性 還沒有出現 那還沒有出現呢 當然沒有相貌 你看不見 可是呢 它是本來就有的 本法 或者呢 這個本呢 可以說它的根本 因為一個沒顯現 一個顯現 那麼顯現是根據什麼而來的 根據這個沒有顯現而來的 以它為本嘛 所以呢 這個可以叫做本法 那麼果性呢 就是已經顯現出來的 你看得見了這個 這個法 這個果 那麼它就問啊 這個跟這個到底已不一樣 這個因中有果性 還沒有顯現 跟這個已經顯現的果性 兩者呢 到底有沒有差別 是不是一樣的 就是這裡的問 若不義者 法應常顯 顯以負顯 不應道理 那麼這個本法跟顯呢 如果是不義的話 它是相同的話 本法就是顯 那麼這樣來講 還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既然兩者是相同的 沒有差別 那麼法應常顯 本法就是顯 沒有顯現的這個本法 和顯現的這個果法呢 是一樣的 那麼既然本法就是顯的 那麼本法呢 也應該是顯的 所以法應常顯 不管怎麼樣 不管是本法也好 是顯法也好 既然都是相同的 那麼相同的話 這個本法本來就是顯現的 因為它是相同的嘛 兩者沒有差別 你說因中有果性這個本法 它沒有相貌 不能顯現 那麼你現在又說 因中有果性的這個本法 它和顯現又沒有差別 前面講呢 本法就是不顯現 那麼顯現的法呢 就是果法 它是顯現的 這就是有差別嘛 那麼你現在又說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的話 本法就是顯現的 那麼顯現的一個東西呢 你怎麼還需要顯以負顯 它本來就是一個顯現的東西 你還需要其他的緣 來幫助它顯現 那就不合道理 就是說 就好比如呢 這個小孩子本身就有了 那怎麼還需要父母來生他 那麼今天呢 本法已經是顯現的法 為什麼呢 因為本法和顯並沒有差別 兩者是一樣的 既然是一樣的話 顯它是顯現的 這個果法是顯現的 那麼本法也應該是顯現的 一個已經顯現的法 那麼憑什麼還需要再去顯現它呢 就是有這個問題 所以不應道理 你如果說這兩者是無差別的話 不合道理 那麼相反來講 本法就是相貌看不見嘛 那麼果法呢 才叫做顯現嘛 那麼一個沒有顯現 一個呢是有顯現的 一個你看不見 一個你可以看得見 這個就是差別 前面呢你就是這麼認為嘛 所以呢就是差別 那麼今天你又講無差別 那就是自打嘴巴嘛 自相矛盾 就是有這個問題 若言易者 彼顯唯無因曰 唯有因曰 那麼如果他回答 本法和顯是有差別的話 這兩個呢不是同一件事 就是這個因中有果的這個本法 和遇見原所顯現出來的這個果 這兩個呢是有差別的 那麼我今天再問你 這個顯現是無因的 是沒有其他的理由 是沒有其他的理由 他就顯現了 或者是有理由他才顯現的 就是有因跟無因 本來呢 本法嘛就是因中有果 這個呢還沒有顯現 那麼顯法呢就是遇見了原 來顯現的你可以看得見的這個果法 那麼這個顯呢這個果法 當他顯現的時候 顯現出讓你看得見的時候 他是有因緣的才顯現 或者沒有因緣 他就自己顯現了 就是繼續的問他 若言無因 無因而顯不因道理 那麼這裡呢還有問題 就是呢 如果說你認為是沒有其他的因緣 那麼這個果法就自己顯現的話 那麼無因而顯就不合道理 為什麼呢 因為你自己呢 之前的所提出來的看法 就是因中有果嘛 然後呢從緣而顯 既然是從緣而顯的話 那麼這個緣呢 就是你一個顯現的因素嘛 那麼它是你顯現的因素 你現在呢又說無因而顯 不需要因緣 不需要其他的因素 這個顯呢就能夠顯現出來的 這個果呢就能顯現出來的 那麼呢就是不合道理 你呢又自己矛盾了 因為呢因中有果 然後呢必須要靠緣來顯了它 這個緣呢就是因素 由這個因素來顯了它 那麼你現在又說這個顯了 不需要因 是無因的話 那麼自己呢就又矛盾了 若有因者果性可顯 非是因性 以不顯因能顯於果 不因道理 那麼如果呢 若有因者 你如果認為說這個顯現 這個果的顯現呢 是有因素的話 當然是從緣顯了嘛 那麼從緣顯了的話 就有問題了 唯獨只有果性可以顯現 非是因性 它這裡呢 非是因性 指的呢就是本法 為什麼只有這個顯 這個果法可以顯現 那麼本法這個因性呢 不能顯現 同樣都是有啊 那麼有因來 有這個其他的因素來顯現的話 應該呢 兩者都能顯現嘛 憑什麼呢 就只有顯現這個果 所以這裡呢 它這裡呢就是提出 一個無因 一個有因 那麼什麼是無因呢 無因而顯 就是說這個因中有果 那麼它要從這裡到這個階段的話 是從緣顯了嘛 那麼從緣顯了的話 你必須要其他的緣 來幫助顯現它 那麼這個因素呢 本身就是有因的 有因的話 你又講無因 那就是矛盾了 那你如果說是有因的話 還是有問題 怎麼講呢 從這個因中有果性 這個本法 或者呢說這個有性 它顯現為這個果的時候 是這個被顯現的 是有因素的 那麼有因素的話 為什麼是這個果性可以顯現 唯獨這個果可以顯現 這個因呢不能顯現 為什麼 當它成為果的時候 你可以顯現的讓你看得見 那麼還在因中有果性的時候 這個本法 就是這裡所講的因性 你看不見呢 就是又還有問題 那麼以不顯因能顯於果 不因道理 同樣呢 同樣一個因素 就是從緣顯了嘛 那麼這個緣呢 它可以顯了這個果 可是呢 卻不能顯了這個 因中有果的這個果性 你看不見的這個果性 它不能顯了 可是呢 卻能夠去顯了這個 你看得見的這個果 所以呢 還是不因道理 那麼有因的話 也是有問題 無因的話 還是有問題 所以呢 就是用這個道理呢 來破它 如是無葬緣故 有葬緣故 有相故 果相故 顯不易故 顯易故 不因道理 那麼這裡呢 就總結了 總結以上 所說的 那麼第一段呢 就是講 有葬緣無葬緣 這個是上一次 所講的 那麼現在呢 有相故 果相故 就是這裡的第二段 以及呢 這個顯不易 顯易呢 就是這裡所講的 這個第三段 總共呢 提出三個問題 來考它 所以你怎麼回答呢 都不對 所以呢 不因道理 就由這幾個方式呢 把這個因中有果 那麼從原顯了的 這個理論呢 就把它給破除了 看這個批旋記 本法與顯為異不異等者 筆謂因中先有果性 世民本法 就是什麼叫做本法呢 就是因中先有果性 那麼這個呢 那麼這個呢 就叫做本法 今真 與顯為異不異 惡據有過 如聞可知 那麼今天呢 就是去問他 這個本法 和顯現的果法 它是相同的 是不相同的 那麼兩者呢 都有過失 我這麼問你 那麼隨你怎麼回答呢 都有過 都不對 所以呢 如聞可知 那麼簡單講呢 就是因中有果 這個因中有果的問題呢 就是不應該這樣講 從因呢 到果來講 因生果嘛 那麼你如果指著說 因中先有果性 它本身就存在的話 那麼我隨便呢 用這些問題來問你 你就回答不出來了 就跟這個常識呢 就不能關聯 彼此呢 就有矛盾 那為什麼會有矛盾呢 就是因為你自己 又設立了這個因中 先有果性 有這個本法 還有一個所顯現的這個果法 本來因到果呢 中間呢 就沒有嘛 那你又多出這個 你多設立一個這個東西呢 這個法出現呢 那麼我就用這些問題來問你 一問之下 那麼你呢 就是沒辦法 怎麼回答都錯 那麼簡單講呢 就破除它這個因中 先有果性的這個思想 因中呢 在因當中根本就沒有這個果性 如果有的話 那麼呢 就會有這些過錯 會有這些錯誤的事情 那麼下面呢 就是要顯現這個 什麼才是正確的道理 是故如言 若法性無 是極無相 若法性有 是極有相 信若是無 不可閒了 信若是有 方可閒了者 不應道理 那麼現在呢 就是佛弟子呢 就要去破斥它了 什麼是正確的 那麼在講正確之前呢 就要先指責它不對的地方 那麼這一句話呢 就是外道所講的 事故如言 所以說呢 你所說的這個話 一個法呢 它的體性 如果是沒有的話 若法性無 那麼一個沒有的東西呢 當然是極無相 它就是沒有這個相可得 如果呢 一個法的體性是有的話 那麼它就是有這個相貌可得 這個是外道所講的話 有體性的話 就有相貌 那麼沒有體性的話 就是沒有相貌 如果是體性沒有的話 就是不能閒了 一個東西呢 如果是沒有的話 那麼當然是不能閒了的 就是因為它有才可以閒了 這個是外道的思想 所以因中先有果性 它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思想 如果說這件事沒有的話 那麼怎麼去閒了它 就好比說這個龜的毛 兔的腳 那麼這個東西呢 就根本就沒有 所以呢 永遠就是不能閒了 一個沒有的東西 當然它就沒有相貌可以閒了 那如果說因中沒有果性的話 它永遠就不能閒了 就因為它有果 果本身就存在的 所以呢 才能夠閒了 這個呢 就是外道的思想 那麼現在呢 佛法呢 就破製它 不因道理 你講的這句話呢 不對 那麼問題在哪邊呢 問題就是說這個外道呢 它把體性跟相貌 當作是一件事 體呢 就是這裡所講的這個性 體性 它是有體性的東西 就是有相貌 那麼沒有體性的東西 就沒有相貌 這樣講呢 就是把性跟相 把它合而為一了 當作一件事 可是呢 在佛法來講呢 性跟相是分開的 有體性呢 不見得有相貌 或者呢 有相貌 不見得有體性 你如果把它合為一的話 那就會有問題 所以外道呢 把這兩件事看成是一個 它才會有這個因中有果 如果因當中 沒有存在這個果的話 它的體性是沒有的話 那麼它永遠就是不能閒了 就是因為有體才能夠閒了 外道就是這麼講 所以呢 就是有錯誤 那麼看P群記 若法信無 是及無相等者 以上這一段呢 聖意而言 若法自相可得 是名有相 與此相違 是名無相 那麼就這個真實的道理來講 聖意而言 如果一個法 它呢 自相可得 它本身這個法 是有自己的相貌 那麼你可以看得見的話 可得 那麼可以叫做有相 與此相違的話 如果一個法呢 它沒有自相的話 它自相不可得 這個法你看不見它的相貌的話 那麼可以叫做無相 所以什麼是有相 什麼是無相呢 就是憑這個法 是不是自相可得 是不是它的相貌 你可以得到 你可以去觀察得到 然不因直有性無性 可是呢 你不應該指著說 它是不是有體性的 是不是無體性的 你不能從這個 有相跟無相呢 來指著說 它有性無性 你不能根據說 有相的話就是有性 無相的話就是無性 因為呢 你這樣看的話 就錯誤了 你把性跟相 當作一件事的話 就錯了 果為生死 相不可得 然有因性 不可為無 它這裡有講 為什麼你不能這樣看呢 當果未生的時候 一個法如果它還沒有出現的時候 當然它的相是不可得的 相貌你是看不見的 因為果還沒有出現嘛 就好像這個麥的芽 還沒有生長出來之前 你看不見 可是呢 然有因性 可是它的因的體性呢 是具足的 它雖然現在看不見 但是呢 因這個體性呢 它是存在的 你不可以說它是沒有 體性是有 但是呢 相還沒有顯現 當然它果出現的話 相就顯現了 事故如言 若法性無 是極無相 若法性有 是極有相 不應道理 所以你說 這個法的體性是沒有的話 就是無相 那麼法的體性是有的話 就是有相 是不對的 不應道理 是錯誤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因性嘛 它的因是存在的 就好像種子 種子是存在的 它將來呢 就可以長出芽 你不能說 芽的相貌還沒有顯現 所以呢 這個芽的體性就沒有 芽的體性存在於什麼 存在在因當中 只是呢 它還沒有生長出來 還沒有出現 它有因 只要有因的話 你不能說這件事是沒有的 它存在在這個因裡面 就好像這個麥的芽 跟這個麥的種子的關係 麥的芽雖然沒有相貌 可是呢 它由什麼來生呢 由這個麥的種子 它有這樣的種子 就表示呢 它將來能夠生長出這個麥的芽 所以呢 它是有體性的 幼婦有因 代緣果生 果即以賢了 為賢了為 因性非無 那麼 又還有一個問題了 就是 有因的話 如果一件事呢 它有因性的話 它的因是存在的 那麼 等待這個緣 來幫助它建立的話 那麼果呢 就可以生出來 那麼當果生出來的時候 果呢就可以賢了了 可是呢 當它在未賢了的階段的時候 就是果還沒有出現 那麼果沒有出現的話 是什麼 只是因存在而已嘛 因是存在的 所以呢 這個存在的這個因的體性呢 它並不是沒有 它還是有 所以呢 因性 就是這一件法的體性呢 是有的 可是相貌不顯現 那麼當然就是兩回事嘛 事故如言 性若是無不可閒了 性若是有方可閒了者 以不應理 所以你這麼講呢 這一件事 體性是沒有的 那麼它呢不能閒了 要體性是有的話 才可以閒了 這麼講呢 也不對 這個因呢 因的性質 它呢 是存在的話 那麼將來呢 它可以等待這個元 那麼使令這個果呢 可以生起 那麼果當然沒有生起的時候 就是不閒了 可是不閒了呢 並不代表說 它的法性是沒有的 所以呢 在這裡講呢 外道它把性跟像 認為是一件事 那麼沒有體性 就沒有相貌 有體性才有相貌 或者呢 沒有體性的話 就不能閒了 有體性的話 才可以閒了 那麼這樣講呢 都不對 先休息十分鐘 多謝 各種 有平地有操縮嗎 可以說